再来最新消息国际消息了 这个路透社引述了 南韩军方的一份报道 北韩金正恩疑似在今天 又发射了两枚巡异飞弹 南韩的军方表示 这两枚巡异飞弹是朝着 东海岸去发射的 但飞弹的种类还有发射的目的 他们还要分析研判 而这次的试射 也是北韩今年已经是 第五次的试射了 一月都还没过完 已经射了五次了 试射飞弹的种类 包括了先前 新研发的极音速武器 这是北韩的部分 再来真的随时要开战了吗 乌克兰 俄罗斯战云密布 现在真的是越来越紧张了 俄罗斯还有美国北约 都在相关的海域 最近都在军演 大家很担心军事演习 会不会演习到最后打起来 美国现在准备说 8500名的美军进驻东欧 随时协防北约的安全 会不会因为美国这个举动 让战事升温呢 俄罗斯认为指控美国 你这些举动 你们又派兵 根本就是在加剧乌克兰边境的 紧张寝室 美国联合北约以杜鲁门号航母为首 在地中海军演 摆明针对乌克兰边境危机 而拜登也和欧洲盟国领袖视讯通话 希望在共同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丁 能达成一致共事 最新的卫星图显示 俄罗斯在俄乌边境 集结了不止十万大军 美国五角大厦对应宣布 已经预备好8500名美军 随时进驻东欧协防北约安全 同一时间北约组织也宣布 盟国部队已经待命 并且派遣了军舰战机 强化欧洲动议的防卫 战火一触即发 另一方面 俄罗斯也在靠近西欧各国的波罗的海 进行军事防御演练 俄罗斯指控这些举措 根本是在加剧 俄乌问题的紧张情势 他们也表示 针对美国和北约各国的决定 将会做出适度的回应 记者刘家宇报导 中文字幕 纸uten 等 저녁 尽管 按键 关系 按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